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期就是利用别人放松的时候迎头赶上 不怕家里有学霸 就怕学霸放寒假 钟老师已经把寒假学习记号表发我了 我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 周末我们轮流陪读一下 这排的什么呀 从放假第一天一直到开学全有课 还早中晚都有课 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没有呀 那放假比开学还累 放什么假呀 我说了 假期就是为了迎头赶上的 赶上谁呀 前面永远会有人 赶到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比 为了要有个好成绩 就故意数一个 根本赶不上的目标在他前面 没完没了地贬低他打击他 这是教育吗 这是俊瘦 什么事啊 张老师都跟我说了 那 我跟钟毅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后果呀 那可是他们 他们这成绩确实上来了呀 感情的主意是你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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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妈该干的事吗 这是一个妈该干的事吗 洪文 你带着弟弟进房间去吗 待着 今天当着孩子面 咱们把这事说清楚 从明天开始中医的课不上了 学习去学习去学习 上不了大学是上不了大学 我认了 我养他们一辈子 还有 你得跟洪文道个歉 不是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 三十多岁的人了 你拿什么养他们一辈子呀 他们凭什么要靠父母养一辈子 那你 你现在不会收手了是吗 是听不下来了 你现在收手 你不怕他们长大埋怨你 我不怕啊 生他们养他们 让他们温饱 又渐渐渐渐渐渐渐快快乐成长 我怕什么呀 当父母的 非得让孩子给我们办一个免责声明吗 而且 如果一个人过得不好就赖父母 那说明他在人生是失败的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爸妈的事就是你的病根 你在那母女俩那儿没讨到便宜 工作又不顺心 想在孩子这儿找不回来 我都理解 我让步了 一让再让 问题是你现在 彻底失去理智了 这话在你心里藏很久了是吧 终于说出来了 我是早就想说了 你好好想一想 就算爸妈 婚姻幸福 能够白头到老 你的人生就事事顺心了 就算欢欢超超 能够烤上清华北大 压子右一头 你就剩田野兰了吗 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非要跟爹妈交集 跟孩子交进 唯独不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孩子不是你嫌疑翻身的工具 你现在已经彻底疯了你知道吗 行 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对吗 你一点问题没有对吗 我有什么问题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跟你爸妈没较劲吗 你爸到此都没同意 你这唯一的儿子 见在最后一面 你跟你妈的关系 鼻妹卧生人没好多少 正常的家庭回老家 正常家像你们家那样吗 别人回老家是为了放松 你那老家有那功能吗 所以你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你对孩子就是哄着捧着 原则你都为了狗 欢欢被你怪成这样 你还不够失败吗 好 都是我的问题啊 就当我提物理要求了 我求你能不能放过孩子 哪怕暂时停一停 这个就厉害了啊 凭此卡可以任意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真的 我突然觉得我有一个意义了 哭什么哭 就会写作业去 小朋友想了 我分段来请一求 但是我们要 这道题不上回你不会那道吗 就是讲了啊 你仔细听 你仔细听 所以我会写的 最爱的音乐 你做什么 就不上星期间 你这就是 没有办法 我第一次因会 真的有什么评论 你对你 而且我只是ところ 不知道 你会决定 那个东西 你会决定 我没有参加 有什么评论